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很多很多大乘佛教的佛经当中有这个要求 然后小乘佛教不可以自己去杀生吃肉 这个不可以的 但是它没有要求吃全书 没有这样 然后大乘小乘他们都比较排斥的就是因酒 那么这个是无解当中的一个 那佛经里面平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了 好的 谢谢看部 谢谢 看部想请教一下您 为什么大乘佛教会特别地要求说 修行这条路的人要吃素呢 主要就是慈悲心 因为比如说吃肉的话呢 那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手在傻的 但是呢 因为你吃肉 那么多人去吃肉的话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很多这个终生啊 他们也会失去生命 然后呢 很多人呢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会造这个傻生的罪业 所以呢 如果你们大家都能够吃素 不吃肉的话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免了 所以就大乘佛教主要的原因是慈悲心 好的 还有哪位朋友有疑问 先喝 看部您好 你好 三乘的修行目标各不相同 那就看似他们彼此就会越走越远 那他们之间会有相遇的时候吗 从这个 这个应该这样子讲啊 从小乘佛教的角度讲的话 他们永远都没有一个相遇的时候了 为什么呢 小乘佛教他认为他在他涅槃了以后呢 他这个涅槃当中啊 他永远都不会回来的 人就是永远就在这个涅槃当中啊 彻底的就涅槃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的 然后呢 这个涅槃跟断见 这个常见和断见 佛教里面讲这个非常排斥的两个观点 这个跟断见有什么差别呢 比如说你一个生命 最后就涅槃了 那所谓的涅槃就人都不在了 其他的生命轮回这样子也彻底地断掉了 那么不就是也不是称佛了 阿罗汉死了以后呢 也再也不会专射了 那不就是断灭了吗 这个跟断见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呢 他为了这个自远其所 就是说这个时候他虽然没有人 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个什么东西 但是呢 这很宣的 实际上大乘佛教的观点这个时候是 确实是讲得非常到位的 所以 所以这个 从小乘自己的角度讲的话 他们永远都不会再相遇 但是大乘佛教就是说 你 称为阿罗汉 然后呢 阿罗汉确实是死了以后 立即就可以入顶的 入顶的时候呢 虽然他短期之内 是不会再专死的 但是呢 过了很多很多年以后呢 他从这个禅丁当中啊 他会出来的 那出来的时候呢 他需要这个发菩提心 最后呢 他也会走上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选择就是大乘佛教 所以呢 就叫做九经一称 最后就是只有一称 所有的是要成佛的 所以从大乘佛教的这个观点看 无论是学 人天佛教的 小乘佛教的 还有学大乘佛教 他们最后呢 都走到一起 那么最后就是要 证悟这个 空心 那么最后呢 大家都要证悟自己的 这个心的本心 那么他们都 那个时候会相遇的 什么地方相遇呢 就在这个心的本心 光明 发街 当中 他们都会相遇 这个是大乘佛教的 观点 大乘佛教的 先宗 大乘佛教的 密宗 他们都这么认为 谢谢看部 谢谢 看部刚才说了 终究有一天都会 究竟一成 殊途同归 对 那其实刚才看部呢 已经给大家解答了 各方各面的问题 从人天秤到小秤到大秤 那我们的疑问 解开了之后呢 最后也是想请看部 针对这三条学修道路 给一个总体的建议 比如说从建修行果 还有针对的人群方面 麻烦您给一个 整体的建议 谢谢 佛教就是降了 这个四个根基 就是大乘的根基 小乘的根基 人天佛教的 还有一个不确定的 这个根基 四种不同的根基 那这个四种不同的根基呢 他们本身有一部分人呢 他们就是因为 他们的上一辈子的 这个修心 就决定了 这一次他会选择什么 比如说他上一次 这个发了菩提行 受了菩萨劫 这样子的人 死了以后 再转世轮回的时候呢 他不会记得上一世 他受的这个菩萨劫 发了菩提心 但是呢 因为他的心里 已经有了这个菩萨劫 所以呢 时时刻刻都会影响 到他的这个各个方面 所以他比如说 选择一个宗教的话 他一定会选择这个佛教 然后呢 在佛教里面呢 他一定会选择打成佛教 因为他这已经有了非常 非常这个一个深刻的影响 这种人呢 他永远都不会走 外道 或者是小乘 或者是人天佛教 这样子 然后小乘佛教也是一样 比如说 我们刚才讲了 小乘佛教他需要成为阿罗汉 最快的速度就是三世 比如说第一世 他就学了小乘佛教 然后呢 死了以后 第二世再转世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上一世的修行 一定让他选择这个佛教 尤其是小乘佛教 他一定会走这条路的 然后呢 原觉他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比较确定的这个根基 他也是这样 那人天佛教 他也可以有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不确定的 那不确定的这个呢 就是要看他的环境 看他的这个上师 主要就是他的上师 还有他接受的其他的这些 教育来决定 他这一世 学佛 还是学其他宗教 学佛的话 他学什么法 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已经是 确定了 这个根基都是确定的 所以呢 我们下一世 如果你想学达成佛教 那主要就是现在 要做好准备 我们佛教 平时都讲 人的未来的民运 就在自己的手里 那这意思就是说 下一世 你比如说 想学什么 想学密法 或者是想学 宪宗的法 大乘的法 小乘的法 这个就是取决于 这一世 修什么样的法 所以如果我们下一世 要修达成佛教 那就是这一次 要努力发菩提心 这样子的话 下一世 这个是很有保障的 不用担心 这样子 那么这三中人 就是什么 核实什么样的人呢 我想现在我们很多人 比如说 他现在还不了解 达成佛教 也不了解 这个小乘佛教 但是希望自己的日子 过得好一点 就追求幸福 追求快乐 这个所有人都是有的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他能够相信 轮回和因果这样子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的暂时不相考虑 这样子的话 他先暂时可以修 这个仁天佛教 仁天佛教是对他是比较 比较适合的 因为仁天佛教 满足他的这个要求 而其他的呢 他现在暂时也没有 这样子的想法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给他推荐 这个仁天佛教 仁天佛教对他的帮助 是很大的 那么他学了这个仁天佛教 以后呢 因为人的这个思维 人的这些想法呢 随时都会有变化的 所以呢有一天 他想明白了以后呢 也许像这个小乘和大乘 这样子 这种人呢 我想我们 可能是 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现代人当中很多 那我们佛教啊 在传统上呢 我们没有太大力的去弘扬这个仁天佛教 大家都有一点点看不上 大家都觉得这个仁天佛教呢 这个不太值得学习 应该学大乘佛教 或者应该学小乘佛教 所以他们都没有大力的去弘扬 但是呢 现在因为这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大众的这个需求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让他想追求成佛 解脱啊 西方极乐世界 可能这个接受读 可能是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个相信 因果和轮回 其实这个要求也不是很高 我们很多人是就觉得让自己相信 佛教的转世轮回和善恩因果有点难 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这个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 他还不知道这些道理理论他不明白 如果这些理论他明白的话呢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难度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人天佛教他的要求也不高 所以呢我们大众来说 人天佛教是非常的适合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推大力弘扬 对大家都有帮助 对这个社会也有帮助 对我们所有人也有帮助 对他们来说呢 也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第二呢 就是这个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可能是我想 这个在有大乘佛教的这个地方 要不就是大乘佛教 要不就是人天佛教 除了这两个以外呢 真正想去小乘佛教的人是不多的 比如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想学一下这个南川佛教的内观禅修 这个有的 但是他想就是彻底地想这个 这个小乘佛教最后想成为阿罗汉的人 这种人是不是很多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大乘佛教的地方的这个佛教徒 他或多或少就知道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些这个历年 那知道了以后呢 那基本上啊 绝大多数的人呢 就比较向往的 这个利他和这个慈悲心 菩提心确实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呢 他也发现自己的这个情人呢 更多的人是需要帮助 然后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能够帮助到这些人的时候呢 那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 也有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有大乘佛教的地方呢 就是想学小乘佛教的人是不多的 所以呢 基本上就这两个 要不就是人天佛教 那要不就是大乘佛教 我觉得就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比如说 有藏传佛教 有汉传佛教 这些地方呢 我觉得我们就不需要去这个推广 这些小乘佛教的这些修法 当然比如刚才讲这个内观禅修啊 那这些相学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也不是为了成为阿罗汉 这是为了暂时的 可能这个花结自己的压力啊 平时就是感到心很浮躁 就是想心经一经 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呢 也就没问题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小乘佛教的这些修法 其实是大乘佛教里面呢 全部都是有的 但是有些时候呢 小乘佛教他自己呢 比较着重这个修法 修行南川佛教的 很多的这些僧人呢 到现在也是第一个是脱坡 第二个呢 就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 然后一个这个师傅呢 带几个土地大家一起修 这种情况比较多 所以呢 他们在这个内观禅修 这些方面呢 这个传承保留的比较好 学一学这些呢 当然是没问题了 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想也就不需要太多了 因为大乘佛教就完全可以代替 这所有的这些 所以就不需要太多 然后第三呢 就是大乘佛教了 那么大乘佛教的话 实际上呢 因为这个人的根基呢 并不是我们有大乘佛教的人 都能够这个修大乘佛教 然后呢 有小乘佛教的地方的人 是不可以修大乘佛教 其实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比如说有小乘佛教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接触这个大乘佛教的机会 是不多的 现在就是逐步逐步 有一些交流的时候呢 然后就是一些南川佛教的一些法师们 他们也就逐步地 就是接触到了这个大乘佛教 以后呢 他们也就逐步地就了解 原来是这样子 实际上是不矛盾 他们很多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想法 然后大乘佛教里面也有讲 凡是在这个小乘佛教里面的这些修行人 有一定的这个境界的 比如说他彻底地真无了 人无我的 这样子的这个小乘佛教的修行人呢 他不会跟这个大乘佛教争论的 主要这些跟大乘佛教经常争论的 说大乘佛教不是佛法的等等的 这些呢就是这个小乘佛教里面 就比较偏重于这个理论方面的 就是学者心的这样子的这个法师 就平时就是比较喜欢谈这些 那真正有觉悟的人呢 他已经明白了 其实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所以他都不会排斥 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些过去的上师们呢 他们也讲过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有大乘佛教的地方的 地方的这个佛教徒呢 应该是适合这个学大乘佛教 而有一部分呢适合这个学 这个人天佛教 除了这两个意外呢 我想可能不需要第三个了 主要是这样子 然后学这个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 中间的这个选择呢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最好尽量的选择这个大乘佛教 因为大乘佛教核心的这些思想 确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的这个核心的思想 真正的这个利他 真正的利他 他这里面没有任何的 这个知识的东西 全部都是利他 然后呢 他的很多的这些戒律 都是比较开放的 开放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没有什么自己的 比如说自私 完全是为了别人的话 那平时他是严格控制的 不允许的这些东西呢 那这个时候呢 都允许的 这是为了利他 为了利他 平时就是口口声声说 不允许的这些东西啊 非常严格的这些 禁止的这些东西呢 那那个时候呢 是允许的 不但是允许啊 而且顾虑你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也能够利他 大乘佛教的这个 他最终的思想呢 不是说自己要禁止什么东西啊 控制自己 就是要利他 那么如果能够利他的话 你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用的 只要能够利他 真的是能够利他 真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私心 那这样子的话 他觉得都可以 所以他的戒律啊 这些方面呢 还是很开放的 然后大乘佛教的这种元起星空 那么这个观点呢 跟现在的科学 知学 任何一个东西 全部都可以兼容 他的这个保荣心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我想比如说未来 这个科技就再发达 发达到几百年 几千年 这个大乘佛教是完全是可以保荣的 所以呢 这个他的简洁 这个方面也是很开放 所以呢 我们现代的人呢 学起来的话 无论是他的间接 还有他的截律 还有他的这些方法 他的核心的思想 这些方面 都是非常的适合 这个现代人 现代人 所以我想很有意思的 比如说像西方 很多这个西方的百人 比如说 这个前世今生 这些方面呢 他有些时候呢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疑问 很多人到现在 也没有彻底的这个解决 但是 比如说将菩提心 慈悲心 非常非常的接受 非常的欢迎 还有就是这样 比如说大乘佛教的 像这个大圆门 像大首音 当中讲的这些新的本性 佛心 光明 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 确实很多人 有一种感觉 就是说密法的根基的人 实际上确实也是很多 有些时候都出乎意料的 这样子 他这些基本的这些 比如说轮回 这些都没有解决的人 非常的喜欢 这些密法的这些思想 还有非常的喜欢 这个大乘佛教的 这个佛心如来藏 这些等等 这个接受度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呢 我想给他们呢 应该是讲这个大乘佛教 这样子的话 就更加的 这个适合 更加的利益到他们 那适合的人群方面呢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自己学习的时候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尽量地去选择大乘佛教 当然如果是实在是不愿意学大乘佛教 那也就不能强迫 这个佛也就讲过了 不能强迫 就是建议他可以去学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他都不愿意学的话 那就是可以建议他学这个人天佛教 他根本不愿意学佛的话 那也不要强迫 他根本没有信仰的这个基础上 用一些佛教的方法去帮助他 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去帮助他身边的其他的人 其他人也没有信仰 他也没有信仰 但是佛教的这些很多的方法 跟信仰是没有什么关系 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方法 只要你去用这个方法 一定会有效果的 尤其是比如说像禅修 慈悲心 这些东西绝对是有帮助的 这个跟信仰是一点的关系都没有 完全是一个无神论证 那么他可以用佛教的方法帮助自己 然后去帮助别人 一定会有效的 所以我们就不能强求 这个实际上佛教的传播 跟其他宗教的传播的本质上 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佛教是不允许 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去为了传播而传播 这个不可疑的 佛教就是要考虑 你传播了以后 你比如说让他学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必须要考虑 最主要的就是 你能不能帮助到他 他学了这个东西以后 你能不能确定 这个方法适应他 他能不能用得上 能不能帮助到他 如果你确定可以帮助他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三巧的方法 去让他学习 但是如果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 让他进入佛门 但是进入佛门了以后 你不确定佛教能够帮助到他的话 那你就是 不要让他这样子去学 不要让他进入佛门 让他自己自由选择 佛就觉得 所有众生最后都是称佛的 这是几元成熟和不成熟 是一个早晚的时间的问题 时间还不成熟的时候 你不要过度地去强求 这个也就平时我们佛教讲的 这个顺其自然 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于的 就是偏向于 就随意了 你如果想学就学 不想学 无所谓 也不能这样 这个不是为了佛法的穿佛 而是为了利益终生 所以如果有机会 对方能够解受 你觉得这个方法 可以帮助他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应该 积极一点 积极地去推广 实际上这也是 佛教徒的一个 衣物和责任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方面可以积极地去推广 帮助别人 另一方面你也说到 佛教非常的包容和有自由度 虽然说最优质的选择 是大乘佛教这条道路 对 但是有一个自由开阔的选择 大家根据自己的合适的情况 去选择合适的道路 对 甚至您提到说 可以不皈依 不成为佛教徒 但是佛教的方法 还是可以用的 对 听起来包容度很大 这个上面 我还要补充一下 比如说 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佛教的禅修 到了西方以后 西方人有一些人 他是根本是没有信仰的 那么有一部分人 他是有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他们都在用佛教的禅修 那么他们这样一个 没有佛教信仰的人 用佛教的方法的时候 那么确实是他们 对他们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正因为对他们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禅修在西方 是非常非常留心的 那么这个时候佛教徒 对这个现象有两种态度 南川佛教的 有一部分的法师 他们是比较反对的 你如果不信佛教的话 那这个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用 那你把佛教的禅修当中的 这些很多佛教的信仰的部分 这些东西你就全部去掉了 然后也把这个拿去 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去用 那他们觉得这个不太好 有这样反对的态度 然后很多的 比如说藏传佛教的 很多的上师们 他们认为这个可以的 因为佛教的存在 它的价值 就是为了帮助别人 虽然他没有信仰 虽然佛教的一些 信仰的部分就去掉了 但是最后也可以帮助他们 那么能帮助他们的话 佛教的目的就是大早了 所以他们这样子用 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好的 所以他们也很赞叹 所以这两个态度 我想就代表了 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 利他跟利己的 两个不同的态度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他没有信仰也没关系 他暂时可以用的 大乘佛教应该是这个态度 之前咱们探讨过一个问题 是关于解脱 即使是说对于一些人 暂时没有办法把他们 引到究竟解脱的路上 但是其实可以给他们一些 暂时的安乐 可以帮助到他们 是是是 谢谢刊部 就像刊部在节目当中 说的这样 佛教就像一个偌大的超市 里面商品琳琅满目 各种各样非常的齐全 每个人一定都可以各取所需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 都可以在里面找到 适合您的那条修行的道路 再次感谢子生罗珠刊部 也感谢各位嘉宾 那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这个长肩和短肩 佛教里面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